嗨 大家好 我是小曲 那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新的秘兒這張卡片 那這張卡片要怎麼獲得呢 就是在這個台北國際電玩展期間 你要買這個神魔過器官禮包 然後你要去現場登記 加送這個參加獎 你就可以先拿到這張 招財交貓秘兒 等級技能等級1的一張這樣子 那目前只有說這個 可以優先獲得的方式就是這樣子啦 那版本稍後時間可以通過挑戰活動關卡來獲得 所以你沒有買這個禮包的也沒關係 之後還是有辦法可以拿到這張卡的 然後讓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技能 它是火屬性的獸類 然後CD7引爆隊長跟戰友直行的符石來掉落火牆化 所以呢最左邊跟最右邊的直行就會是這個火珠 也可以就是可以簡化版面 然後遇到一些像左右風化的啊 這種的就是 兩側風化兩側電擊這種都可以輕鬆解 另外呢我覺得它最實用的地方是 首批消除所有火珠的話 下回合呢 所有符石轉成獸竹符石 那整版獸竹符石可以幹嘛呢 可以擋這個石化 也可以擋這個 鎖定啊或者是擋這個 呃就是一些比較機車像凍結齁 整版凍結這個 你整版種竹豬的話 就不會被凍結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非常好用齁 那我們可以參考一下齁 像這個獸類的丹尼獅 那張 那張支線進化的那隻丹尼獅 競技場那張齁 它的話呢 是首批掉落的符石一定是獸竹符石 但是它並不是 整版直接給你齁 它是你要首批掉落的符石才是 而且天降有可能會把它 天降掉這樣子 那這張卡的話呢 它是直接 天降完之後呢 才會把所有的符石變成獸竹符石 也就是說像你遇到什麼 下回合凍結啊 你不會像開單儀式一樣 就是可能還會有一些 是凍結的狀態 你下回合的話就是一顆凍結都不會有 都不會有 石化也是 齁所以這張的話我覺得 用處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用齁 可以練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呢 來看得到這個 下周的雙周奇幻馬戲團系列 是這個 象豪鞭策 當弩 呃... 我看一下齁 集結不同屬性不同種類的表演者 可是我 呃... 它感覺應該是說像 馬戲團很多那種 大象去表演什麼的 但我看了一些影片就是 其實 大家不要去看這種東西 因為 你們看他們 因為我看他們訓練大象都蠻殘忍的啦 就是... 希望大家 不要去... 不要去看 應該就不會有這種 情況發生了齁 不然看那個動物都 蠻可憐的啦 然後再來的話 看一下他的技能齁 他是木屬性的獸類 然後CD蠻短的CD5而已 然後他有兩種效果齁 這兩個效果取決於 你隊伍裡面的屬性齁 隊伍裡面小於兩個齁 兩個也算齁 那就是木轉木牆 所有扶持兼具50%木 那再來的話 大於三個屬性的話呢 就是兩個最多的扶持轉成強化 然後木兼具50%其他扶持效果 我覺得這個... 這個技能沒什麼太大的用處齁 我們以這個... 目前獸隊最強的... 這個... 甲比爾 甲比爾 甲比爾來好了 甲比爾的話就是整版都是兼具嘛 所以他這個兼具其實就... 沒什麼太大的作用啦 所以這張卡呢 我認為是... 不太需要刷的啦 而且小於兩個屬性 然後... 小於兩個屬性 然後... 然後索爾扶持兼具木 所以你這個隊伍應該是要... 主打... 以木為主 木獸為主 不過現在木獸也沒有什麼強 哈砂現在也沒什麼在玩 好 那如果大於三個屬性的話 木珠兼具50%其他扶持效果 那你也要看版面上 你可能要搭配一張卡 讓版面上的木珠變多一點 這個兼具才有... 效益才會大一點啦 所以這張卡我覺得... 不好用齁 直接玩甲比爾就好了 好 那以上呢就是關於雙周跟這張新秘爾的介紹 那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和小鈴鐺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